理清美元指数,G7国家,八大主流货币之间的关系,外汇,黄金,原油,期货等的大投资交易者,理清美元指数,G7国家,八大主流货币之间的关系,对投资很有帮助,尤其对外汇长线投资交易非常重要。 为啥?世界八大主流货币是美元、欧元、日元、英镑、加拿大元、澳元、瑞士法郎、新西兰元等八种货币构成,美元指数是由欧元、日元、英镑、加拿大元、瑞典克朗、瑞士法郎等六种货币构成。 七国集团是一个由世界七大发达国家经济体组成的政府兼政治论坛,正式成员国为美国、德国、英国、法国、日本、意大利、加拿大、欧盟为非正式成员。 七国集团的货币包含了美元、欧元、日元、英镑、加拿大元等五种货币,过滤、筛选。 去除一下就发现了八大主流货币中澳元、瑞士法郎、新西兰元是相对比较弱小的。 所以在交易主流货币配对的二十八种货币中,虽然相对稳定,但排除掉澳元、瑞士法郎、新西兰元等相对弱小的三个货币的配对资格,那么就剩下十对最稳定的货币队了。 做长线,想图个稳健,就只做十对货币队,排除掉澳元、瑞士法郎、新西兰元。 假如稍稍可以容许自己冒点小险,就做二十八对货币队,就含澳元、瑞士法郎、新西兰元。